从最近乌克兰在西方的支持之下发动的一些攻击来看 俄罗斯黑海舰队不但是难以控制黑海地区 而且舰队本身的安危都是一个大问题了 那么他们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最近乌军就动用了十枚英国援助的风暴阴影巡洪导弹 和三艘自杀无人艇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 俄军的黑海海军基地以及船厂发起了袭击 闹的动静是蛮大的 尽管俄军那边说已经拦了七枚巡航导弹 但是还是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你看那个厂房啊仓库啊等设备被损毁 我们看到一些视频大火烧的真厉害 在船屋里的一些舰船也被毁掉了 一艘登陆舰肯定是完了 还有一艘呢这个服役才七年的 这个击落级636M型的潜艇爆销了 我们再看这一段时间以来啊 吴军频频用各种方式袭击 俄军在克里米亚和黑海上的这个目标啊 你看这个俄军把黑海的这些一些舰队的一些船只 开到那个克赤海啊 他觉得只要开到那边去他就安全了啊 心想这个乌克兰距离的几百公里 你还怎么打过来啊 包括您的无人艇你也开不了这么远吗 谁知道还是遭到了乌克兰这个自杀无人艇的攻击 所有所发生的这一切呢 其实都暴露出来了俄军的很多问题 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黑海地区的这个整个战场的态势 首先我们看啊 俄军这边他在放松警惕 他没有这个危机意识 刚才我说的把军舰停的远远的停到克赤海的边上啊 停到这个最东头去了 停到那是觉得万事大吉了 在博卫的周边也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措施啊 以为乌军的自杀无人艇没得不打航程 结果呢人家偏偏能不开到五六百公里 过去就把你给炸了 第二呢 现在也充分暴露出俄罗斯的战场感知手段的落后和能力上的不足 你就比如说这一次攻击塞瓦斯托波尔吧 乌克兰呢其实他在前一天就把这个俄罗斯布置在钻井平台上的雷达呀 还有其他的侦搜设备已经被干掉了 这一下不就等于俄军变成了吓子吗 那乌克兰攻击机那就挂着导弹就打过来了啊 难道说你俄军就没有其他侦察和预警的手段了吗 你还别说还真是捉襟见肘 俄军的预警机水平啊他不太行 而且各种雷达的性能也欠缺 而且数量他还不够啊 而这个最适合战场侦搜的这种中大型的无人机 他也没有多少 所以所有这些呢都导致俄军啊 难以准确的及时把控战场的信息 也就更难做到提前准确的预警了 第三点呢我们看啊 西方和北约战略支援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大 而且呢他们是一个体系化的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合 西方提供战略支援保障 乌军呢实施打击啊 这一套程序看样子已经是比较熟练了 双方的配合呢也挺到位的啊 这将会给俄罗斯带来更大的威胁 所以现在看来啊 俄乌双方啊谁都控制不了黑海地区 那当然乌克兰就更弱吧 因为乌克兰的所谓他那个乌克兰的黑海舰队 已经被的全都给灭了吧 但是俄罗斯也没好到哪去 日子也没好过多少 你看克里米亚接连遭受到攻击啊 这次塞瓦斯托波尔给炸成这个样子哈 是也真够这个俄罗斯狼狈的 再说去年 那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 那还被人给搞沉了 到现在已经又损失了不少的舰艇 你说黑海舰队本来就没有那么厚的家底 再怎么搞下去 你的舰队本身也就是有点威了 从整体的战局来看 乌军在黑海的各种打击啊 还起不到影响战局的决定性作用 但是乌克兰能以各种方式 破坏俄罗斯对这个地区的控制权 这个本身他就是一个不错的战果 他能够牵制俄军 也能够向西方交代